人人都想善终 但是你知道吗 其实善终也是需要事前做预备和准备的哦 因为毕竟 意外和疾病真的不知道哪一天会先发生 接下来几周的时间 为大家邀请到了 安宁照顾基金会的林怡营执行长 要来和大家聊聊 住进安宁病房就等于被放弃了吗 病人自主群立法究竟保障了一些什么 而预立医疗决定书和放弃即 就同意书有什么样的差别呢 其实我想不只是长辈嘛 我们年轻人也可以开始 为自己的未来有多一份的关心 愿我们都能够有善终的权利 安宁只是一个在人的生命 走到末期的状态下的一个选择的医疗方式 它还是一个很积极的治疗方式 安宁病房其实大家有一个迷思 好像我进去里面就到最后了 事实上稳定了你还是可以出院的 但是那里面的照顾 当然跟一般病房不一样是有最强大的团队来照顾你 包括医生护理师 有社工师心理师 甚至于有宗教师 有志工有关怀师 营养师 药师 甚至有一些辅助治疗的专业人员来协助他 所以相对的在那个病房里面 其实能够受到的照顾是最棒的 因为在一般病房里面可能我们跟疾病是对抗的 那在安宁病房里面 我们已经不再跟这个疾病对抗的情况下 我们重视的是你整个人 你的基本需求 你的生理需求 所以洗澡那是基本要求 病人自主权利法在强调就是说 病人要有知情 要能够有选择 才能做最恰当最适合他的决定 那这个法案其实除了我们末期病人以外 他另外有四款的临床条件 不可逆的昏迷 永久植物人 极重度的失智 以及一些中央主管机关公告的其他重症 我们举例像见动人 像泡泡龙之类的 我们再讲的白话一点 就是说我们在讨论的是一些疾病 在走到末期之前 其实他必须卧床非常多年 而且病人是自己没办法在为自己发生的人 在解决这样的问题 昏迷 植物人跟失智 他其实躺在那边 他不算是末期 他的死亡期我们还没办法预估出来 我们有太多的个案 大家可以看得到像王小明是最代表性的植物人 他躺了47年 在现在的医疗跟现在的照顾 他们是可以存活很久很久 走不到 看不到末期 但是这样的活着是不是他们要的 其实我们已经来不及询问他了 那到底这样的生活有没有品质 这样子的活着是不是一个真正叫做活着 这个是我们可以思考的 对 所以病人自主权利法某一个程度 除了末期以外 我们回头再去看 思考 哪一天我不幸变成这样的临床条件 那是我要的吗 对 那因为这个法一定要是我们自己本人是意识清楚的 我们才能去预立签署 因为这叫病人自主自己决定 等到哪一天我昏迷了 没有一个人可以代替我 对 在发声 对 这个当中就是这个法里面最重要的精神 现阶段我们会鼓励大家两者都签 第一个安宁缓和的这个不急救的意愿书相对很容易 也不用费用 那也不必特别经过諮商 对 所以我们会鼓励大家这个基本的保障先签了 那病人自主权利法当然它需要一些费用 还有一些时间但是相对它会是一个自己能够更了解自己的生命价值的期待 很多人都会觉得我想好啦 何必再花钱 因为那要费用的 对对对 要花钱还要花时间 但事实上那个是很值得的 因为那真的是一个很严谨 很完整的讨论 对 我想很多民众真的会觉得我自己想好了 我用讲的就好了 但事实上真的遇到遇到情况的时候 其实有一些的确你没有法源的东西的时候 家人很难协助哦 那家人压力也大 前阵子李前总统走了 在家里的时候一起看新闻的时候就可以提到 爸爸妈妈你看那个李前总统 哎呦他经过的哪一些过程 哇98岁了很辛苦 做一些讨论 在这个讨论当中 你去累积长辈的想法 那当然我想在这个过程不必去逼迫长辈说 你一定要把你整个过程都讲清楚 慢慢慢慢去累积 去拼凑起来 哪一天有适当的时机 稍微稍微把它做过整理 人在每一个阶段 每一个情境 其实都会有不同的期待 这些东西要被一直更新更新 那当然我们自己在想什么 某些时候也要让家人知道 因为疾病跟意外 不知道哪一天会发生 并不是长辈才需要面临这个问题 我们只要是成年了 只要是意识都清楚 我们其实要不断地去想这件事情 不断地去讨论它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